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电话采访 但是从采访内容上来讲 非常的愤怒 应该讲非常愤怒跟无奈 他没有任何办法 但是老人那种 绝不放弃的那种心态 是真的令人感触 我们跟大家介绍过 其实这个礼拜在1月6号委员会当中 对川普非常的不利 就是他们非常的凶狠 可以这么讲非常凶狠 那一个老人可以在面对这种凶狠的压力背景之下 他也真是见过世面的人 我以为一般的人根本承受不了这种压力 他完全对那个东西 对1月6号的东西呢 你要说他置之不理吧 他也没有 他其实是非常强烈的一种痛斥 非常强烈痛斥 但是呢 他在面对现实的环境中呢 他依然可以表达出他清晰的看法 拜登正在把美国带入到一种 一种世界大战的概念 他不是第一次这么表示 他在最近的两三次几乎都这么表达 我昨天看到在俄罗斯的媒体当中 也陈述了他这个看法 原因就是 其实原因就是 西方社会 北美欧洲 对乌克兰的战争 是怂恿他 那很显然 那个佐伦斯基不下台 就说他演过了事 演臭了筋了 在台上他下不来了 他不下台了 那不羡慕不下台 那这件事情 是欧美给推起来的 他就下不了台了 本来是想 我看是想欧盟本身是想逼他下来 但是没下成 那英国呢不想让他下来 那个肯定英国又不想让他下来 给我感觉是这样 但是在说服的过程当中呢 佐伦斯基也不下台 所以就成了目前的这种拉锯战 因为 乌克兰不可能战胜俄罗斯 那俄罗斯又不可能放弃 在前天的时候 这个星期六 普京在圣彼得堡 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这种描述 就是欧美地区对他的打击 对俄罗斯打击 以及带来的影响 非常清晰 本来我想介绍一下 后来看了看呢 有朋友不一定接受 就是那种感情不一定接受 挺荒谬挺荒唐 因为面对真实的一切呢 他依然顺着自己的想法走 可是世界周围的一切 你自己身边的一切正在发生 那川普呢就是一个 川普是一个很明白的人 所以他面对这种状况呢 他只能说 他只能说表达他的看法 他又不敢去说 这个战争本身就是打错 他也不敢说 所以牵扯到政治氛围当中 没有人就敢说的 2024年选举的问题 2024年选举的问题 他呢跟已经在民意调查当中 自然把他跟这个佛州州长 放在一起了 那佛州州长呢 最近呢是超过了川普 但是川普呢不松口 川普真的不松口 所以他坚持要竞选 他上来就提到说 他不想说他是不是 2024年竞选总统 也不想说他不竞选 但是呢 这个拜登总统 却把美国推向了战争的状态 但是我可以 他说我可以告诉你 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去竞选美国总统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他目前比较尴尬 就是比较尴尬 因为佛州州长呢 非常的 就是非常那个 让国家再伟大 国家再下地狱 变得会更加糟 没有人可以想象 他会变这么糟 所以还很显然 这段整个在采访当中呢 我看记者就是主持人 没有问太多的话 而是川普自己呢 就像 就像这个 这个 水银泻地一样 就 就化 把他的情感都在其中了 呃 不得不说 我们是爱我们的国家的 我一定会为这个国家 做适当的事情 是 但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这么糟糕过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所以这是他的愤怒了 这里面很大的一个愤怒 跟 美国大选有关 所以今天 美国糟糕的一切是美国大选的结果 那美国大选的真相呢 又被在极力地掩盖 对吧 这个 这个 而另外一些人呢 不太愿意去谈这些事情 而美国自己在承受这一份苦难 遇到了很多麻烦 从来没有像这样过 那乌克兰跟俄罗斯的事情非常危险 他说最终很可能就像世界大战一样结束 太疯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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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 就是这样 谁也想不通 你为什么乌克兰这么拼着命的非要打 为什么一群人拼着命的说他是正义 神经病 神经病 在促使着这场战争 在促使着乌克兰人在死亡 你没有任何正义可言 除了你的傻瓜 除了你的傻瓜 除了你被欺诈的一切 到现在还看不出来 对不对 那围绕一切全是谎言 全是谎言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 就是这么个东西 那我一直强调 为什么说 你说是傻瓜呢 个体不觉醒 你才是最大的笨蛋 因为个体的觉醒 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束缚你的 对不对 那没有任何力量束缚你 你为什么要欺骗自己呢 为什么要欺大自己呢 为什么要顺着自己的情感走 那不是神经病吗 对不对 乌克兰抓了不撒手 把所有人带入到麻烦中 带入到战争中 而他就穿一个破绿背心 他弹完钢琴 弹完钢琴上来就撒花 撒完花就弹钢琴 弹完钢琴撒花 撒完花就要钱 你说他干什么了 你说他干什么了 他把整个基辅导的地方 就当个舞台 然后你在那儿台上是疯的 台上是傻的 他把真正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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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神经病的你 把世界就毁了 把你也毁了 所以这个 川普他不敢这么说 他川普也遭遇到政治正确了 你现在他要竞选总统的话 他怎么能说 那个东西很邪门呢 他没说 他说太疯狂了 太疯狂了 疯了疯了全都疯了 他只能这么说 全都疯了 那谁疯了他没说 对不对 你可以说是普京疯了 OK 疯了 然后呢 一个疯的拍护枪啊 俩疯的 仨疯的 北约是疯的 那拜登是疯的 那要不然那是谁啊 他起码有块肉 得蹲在那 对不对 那伊朗处于核强国 中共国 中共国在成为超级大国 俄罗斯跟乌克兰开战 美国从来没有这样的 不被人尊重过 没有人搭理他 就说这样出现问题 是美国的衰败 如果美国强大的话 那周边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你不要指望着中共国 让美国再伟大 这是不可能的 非常的糟糕 全方面的糟糕 从来没有这么糟糕过 正处于世界大战的 巨大风险中 我们正在 这种衰退 这种威胁 达到了一种危险的地方 不到两年的时间 就衰退 衰退成这个样子 是不到两年 他离开白宫吗 现在是今天6月20号 一年五个月 17个月 病毒的本身早期股市复出 那现在你看看经济是什么样 这是还一手干成的 而这一手干成的原因呢 就是一个石油 对吧 非要什么绿色能源 要把梦想实现住 你梦想娶媳妇的时候 你睁眼娶得了吗 除了你口干舌燥 没有别的 这为了梦想 而把现在掐了 这就是今天的政策 邪了门了 那么制裁俄罗斯也是这样 为了梦想 把自个儿给掐了 德国人这样 法国人这样 意大利这样 美国人这样 英国这样 神经病 他告诉说 他是正确 他政治正确 正你个大头鬼 政治本身就是邪恶的 所以人们衰败 就是人神经的 就是当代的人 神经衰败到这种程度 所以 但是他匹配的 对不对 你看人家说 说女人 女人不能定位 天天今天 美国新闻都在讲 这个有名的女人说 不能用女人的词 那个女人说 在这个任何一个大的环境中 不能使用lady 或者说妇女 这个词 为什么 不能这么用 得用生物 那美国称什么了 你人好好活着 成不成 你就活着 对不对 打个放屁吧去嘴 你吃饭干嘛 你就活着就行 他活着不好 活着 他拿他妈 遭牙你 回家跟你妈说 我不能叫妈 为什么 因为它是阴性词 那你叫什么 叫一个跟我对立的生命 大嘴巴抽你 拿菜刀把脑子砍了 你就完了 那废物 你养个儿子就是废的 那是不是废物 美国就可以废物到这份上 然后是正义 所以你记住 谈正义的是他们 支持俄罗斯的是他们 支持这个 支持俄罗斯 支持这个乌克兰斯基的是他们 说自己妈不是女人 是生物的是他们 这是一拨人 这是一拨人听懂 所以他 那你川普 他要做总统 他就不敢随便说了 他原来吃亏了 他就疯了 疯了 他只能说疯了 我看着都着急 他说 我们家地下有油 美国是世界上 储存石油最多的国家 我们家地下有油 我非跑外头去买油去 然后让我的国民整个都 弄油弄疯了 哥哥都累死你 那拜登为什么让你累死呢 为什么让你付这么高的油费呢 是逼着你们去买电动车 对吧 买那个电动儿童车 叫特斯拉 那特斯拉也倒了没了 他说你又不喜欢我 那个马斯克说你又不喜欢我 我这是绿色能源 你又如何如何 你说这是国家吗 你说这是成年人吗 正经八百读书的 不是都是傻子 疯的神经病啊 他现在就疯成这样 所以他川普也说 你不是有病吗 我猜 你把地下 你不让踩 然后上外头买 那头制裁俄罗斯 然后大家一块十块钱买一 买一加轮油 然后呢 然后一下就把国家全给带下来 他是全带下来了 你只要汽油一贵 就全都贵了 那什么都贵了 所以他就讲述这么段故事 他说我们正在变绿 绿的又不够强大 又点不起我们工厂来 又不能让他关门 你神经病是 可不是神经病 美国就是神经病 其实就是疯子 然后他提到 这一切的原因是因为大选的结果 给我们夺走了 对不对 汽油的成本是不可程序的 就是不可持续的 你现在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就是他干成的 那你走到这份上 这个国家太可怕 不可救药的可怕 没错 其实也没什么可评论的 所有人都知道 但是呢 我提出的问题很简单 为什么这些人封成这样 为什么这些人 神经病到这份上 媒体的 对不对 支持正义的 你就割手指的斧吧 正常人太少了 正常人太少 真的 我不开玩笑 正常人太少了 什么样都有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